大家好,上一期我们有说到 央视推了一个正能片 把习宝子描述为是自我革命家 自我鸟断家,自我滚粗家 自我这个什么谢墨家 很有文化的一个报道 很有意思 然后暗示习宝子是要自愿下台 没有人敢他 高风亮节 实现了中共的权力的和平交接 现在中共就是这样子的 他呢 我们说过无数次嘛 共产党是一个整体的利益 他们一段面临他的最大的整体的利益的时候 他们是一伙的 习宝子和王岐山是一伙的 习宝子和胡锦涛也是一伙的 习宝子和江泽民也是一伙的 江泽民和胡锦涛也是一伙的 是不是 赵紫阳和这个 邓小平是一伙的 博一波和这个 习宝子和习宝也是一伙的 因为他们是最高利益嘛 这个东西 你很简单 就枪口一致对外嘛 是不是 你这个党的最后的江山都完没了 你们这帮人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昨天做过一期节目 说你看缅甸的党的事业就没了嘛 没了以后所有的官员都要被清算的 要灭族的 要把你杀了以后 还要把你调到这个 调到这个天安门城的 跟你刮一个尸体的 很吓人的 所以他们 这个 其实是 步调很一致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个简单的道理 共产党不垮 中国没戏 就这么简单 我呢是宁愿中国陷入所谓的军阀混战 宁愿中国呢 变成很多个国家分裂 只要共产党不垮 这个国家就不是人呆的地方 打死不要回去 所以以前我们尊敬的高兴建老师 德国诺贝尔文学奖的 他就是80年代就出去了 那时候还没有64呢 中国其实有些人脑袜子脑好使了 你想想他那个时候在北京 在人一小局场搞先锋剧 搞得可好了 大名鼎鼎 财华横移 是不是 人间人夸 人间人爱的 而且人又年轻 然后就这么一出去了 后来也发生了好多事情 他当时出去以后就说 共产党不垮台 他是永远不会回到中国的 你知道我们中国人 包括我自个儿在内 都是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乡愁的 是不是 这个乡愁意识 举头望明月 低头四故乡 这是中国人的原初情感 能不想念那个灰不垃圾的 这个罪恶满满的这块土地吗 想念呢 他再黑他再难 他也是我们自己的故乡啊 中国人就这样 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出去了 再也不那个什么 再也不回去了 再也不回中国 我在台湾听过他一次讲座 他去台湾 但是他不回中国 很有意思的 这是一聪明人 这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 所以我就上来就这么告诉大家一句 共产党不垮台 你如果是一个对自由 真爱的人 你是一个对个人权利 有明显的一种意识的人 你千万不要回中国 没意思 那不是你待的地方 所以这个央视昨天就说了 这个习包子的自我革命家 他仅仅意味着习包子 可能自己愿意滚蛋 但是不意味着中国 就一定要变成一个文明的国家 远的呢 早的呢 千万不要想多了 想多了以后 那是脑子进水 所以这个央视有动作 那人民日报这边也要有动作 主流媒体 新华社也要有动作 今天新华社和人民人民网 就刊登了一个很奇怪的刊登了一个 丁雪祥的标准照 红丝的背景 有一句说一句 丁雪祥倒是长得像一个皇上的样子的 这个一张脸呢 按照中国人的面相学 一张国子脸 方方正正的 看上去比习包子呢 更有样子 更像一个皇上 所以为什么要释放这样的照片呢 肯定就是习包子要滚粗了呗 现在要上来一个人呗 北京这边的消息啊 说习包子的家人 说习包子的团队 说习主席可以滚蛋 可以自我革命 可以自我鸟断 可以自我滚粗 但是有条件 一定要用这个丁雪祥 不能用胡冲华 说胡冲华上来以后 中国会陷入内战 是不是 因为胡冲华有他自己的一套 关键是胡冲华被整的太狠了 是不是就像当年邓小平杀回来了以后 把毛泽东家人整的是乌稀巴糟的 是不是 这个东西是肯定是要 虽然不至于彻底的清算 但是必要的动作还是要有的 只有这个丁雪祥上来以后呢 这个国家会继续沿着习包子的 中国特色特别色的社会里奋勇前进 所以要求这个丁雪祥来顶他的班 那丁雪祥这个人没什么背景的呀 但是他们要先人啊 这是第一个内幕啊 第二个就是人民网啊 新华社的也搞了一篇小文章 说这些习主席是自我革命嘛 是不是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中国历史就没有过这样的事情 这句话说的对不对呢 如果习包子真的是自我革命 自我了断 自我羡慕 自我滚粗的话 那的确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那我说过嘛 中国其实有这个事情 就晚清他是自我羡慕的嘛 是吧 晚清就有一个诏书的嘛 退位诏书嘛 你去看啊 以前中国有一个历史学家 社会学家 政治学家 不是历史学家 高全席老师 写过一本书的 就中国式的光荣革命 写的挺好 是吧 说这个晚清是自我羡慕的 但中国晚清自我羡慕 他是一个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超越性的行为 因为你中国的民情并没有变 朝廷不在了 但朝廷下面跪着的那些个太监 那些个二巴拉基的那些个老百姓 还希望有个皇帝 中国这个社会就是真的就是没有皇帝 中国人活不下去 是不是 所以搞来搞去 晚清谢幕 然后孙中山又回来 又搞革命 是吧 北伐 完了以后呢 蒋介石又开始搞一个领袖 一个政党 一个主义 又就是皇上嘛 是不是 然后没搞成功 滚到台湾去了 完了以后 毛泽东上来干脆就是 变成了真理的化身 比皇上还可怕 是吧 为什么呀 因为中国的朝廷 的确可以自我羡慕 但是中国的民情没变 中国的太监没变 中国的土壤没变 是吧 这样的一个国家 这些能一遍皇土地 充满了愚昧无耻 所以中国人不适合战士 做不了什么文明社会的 他需要一个皇上 所以现在他们要把丁学祥 打造成一个新一轮的 又习包子同意过的皇上 然后夸习主 其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但是北京这边的一些个牛逼 轰轰轰的人有他们的解读 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 他们说中央电视台人民网 新华社搞这样的一个定位 其实是提前释放习包子的官方导词 因为你要知道习主席他如果没死的话 你没有必要过早的给他搞这些个定位 没有必要的是不是 因为他还在呢 说不定他以后还会经常露面呢 就像当年的赵紫阳下台了 是不是 或者胡耀邦下台了 他偶尔还会露面的 尤其是胡耀邦下台以后 他还是政治救援员 现在听到的说法 说习近平如果没死的话 至少还要给他保留一个政治救援员 那这么一个身份 让他参加党的什么什么会议 是不是 因为你一下子把他怒到底的话 那你必须给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他有错误 他被审判了 他进监狱了 他如果没死的话 你这么跟他搞这些个事情的话 那等于是把怒就自己就给堵死了 没法向全国人民交代 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习包子现在的确死了 所以官方呢 正在酝酿信息 酝酿情绪 在做前戏呢 提前释放了习近平的官方的导刺 官方的导刺里面就有这么几个伟大的 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家呀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这不够 你该想死了也是这么干的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这不行 必须要给习包子 乃几个更牛逼的称呼 所以目前就是这么说的 说习包子 这个在中国历史上面 是前无古人后乃者的开创者 新时代 第二个是习包子是自我革命家 共产党的最大的本事就是自我革命 这个词它是有哪一头的 这个词首先第一个是谁说出来的呢 是王岐山说出来的 自我革命 王岐山解释的不是很清楚吗 但是他大概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进行一场非前无古人后乃者的这么一个伟大事业 就好比一个外科医生自己给自己动手术 把自己的牙签给割下来 这是不大可能的 搞不定的 但是我们在努力 我们在尝试 是这么来的 所以他们说这个 现在是王岐山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主持这个局面 张耀霞在军队上面主持这个局面 党政军其中的政党政是由王岐山在背后在在运作 王岐山的意思就是给习近平一个高帽子 叫自我革命家 前无古人后来者 然后让他戴着高帽子下地狱 提前把他的官方的导致释放一部分 这是中共在权力交接时候的一个前夕 如此而已 谢谢